平均受命兩千年 這就是我這樣告訴你 我那時候看了一張 這樣感動 這樣聽 一直要找人分享 他會覺得這張三千萬 這張兩千五 八萬 這麼加起來 超過兩億 這樣你有感動嗎 大家感動這樣 然後當年怎麼樣 坎樹 怎麼樣造成的 以前都用零工 怎麼削茶的過程 那要削一張茶 要削幾工你知道嗎 電計那不得了 然後整個一段一段 你看 發財過程 當場從大波一節一節一節 然後有些是用所謂的土壺 人力喔 人力整個是人力杯子的 這一種就是土 你有這什麼 木馬道 木馬道 然後 那個已經是 三大輪道的前死怪木人 雖然不是阿里山 但是我能夠告訴各位 如果是紅塊純林 大概就是這樣 剛才那是扁薄林喔 這個是紅塊純林 交界帶 就是在造品火車站 所以我要你們第三天 爬到大塔山 看下來 火車的道路手帶 就是生態昏大 上半 扁薄 下半 紅塊 那阿里山 從義山 第一道祖山脈 台灣的生態中蘇 第二道 決定台灣氣候中蘇 阿里山山脈 第三道 大洞山 往下丘陵 蘇陵 海岸 大臺灣 大臺灣 整個的生態 必然無異 接下來下面就是紅塊 阿里山的紅塊 這些結構 以後我們會另外開課 阿里山的植物介紹 楊老師在這裡 他會為大家開很多的課 然後 當時的紅塊 第一號神木 有沒有 這顆阿里山神木 這一張是1901年 1901年 一個英國的植物學家 Price來拍的 當時 這邊有一顆 看起來比神木還要大 對不對 其實沒有 這顆比較大 因為這顆跟 拍的距離比較近 這樣而已 原來阿里山不是一顆神木 至少有三顆 被阿里山 當局所立繩子 封建的 三顆阿里山神木 第一神木 第二神木 第三神木 第三神木我還拍過 後來就不是不見了 這些 你看這是第二神木 第二神木 No.2 Guard 3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林班 台灣在所有林業地 阿里山最大不同是 他沒有所謂林業計劃 就開始砍化 他是砍化以後 才規劃林班的 很有趣喔 其他各地都是有所謂的林班 作業地對不對 那阿里山不一樣 所以一般我們林班地的界線 都在山領跟溪谷 阿里山不是 用火車 上面跟下面 都不一樣 那我每一個林班 我們年齡門的書很清楚 第一林班在哪裡 第二林班在 第一林班 原來 紅塊有多少 蝙薄有多少 S森林啊 紅塊占多少 40% 50% 二級木就是台灣 三根蔻葉樹 有10% 有沒有 砍化的時候 1912 造林木 是19幾年 每一個林班的歷史 然後接著有每一個林班 每一個小班的造林歷史 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把這些節目找出來 什麼時候動什麼動機 什麼時候動什麼動機 然後每一個林班裡面 也有很多的小班 整個阿里山區的發展 從過去的臨時森林 到咸城的前面性 坎光以後 種上這個三角形的樹 叫做柳山 這個是日本時代的風景 明信片 這是坎光 這是招品記錄 然後我把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地區 開透過省當中 咸城村莊 因為你要知道 一個地方有自然之眼 有了自然之眼 就有了功能記憶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忌肉 有了這個忌肉 當之眼浩劫之後 這個忌肉 在台灣就消失 所以這個叫如水草而居 台灣不是農業社會 台灣是游牧民族 而且是洗錢一控 而全世界 注意喔各位朋友 全世界任何民族 民族 種族群 開發一個地區的資源 把資源變成了消耗以後 那些資源也會變成 該地 該人種 該族群的文化特徵 但是台灣最大的特色 在外來政權反復更替的這個結局之下 我們的文化資源 卻沒有變成台灣文化的特色 我們的自然資源的浩劫 變成是蝗蟲構進的掃蕩 而不是建立自家在地文化的火水沿途 更形成我們精神靈魂內在的隱聚 我們跟土地隔離 我們的靈魂欠缺來自山林水土 聖山的祝福 與其各位已經稍稍可以感受到 我在講什麼 為什麼台灣人始終在靈魂文化的完整度 缺了一大腳 我們在這一點沒有 可是全世界你看各地的 希伯來文化 什麼樣的文化 他們自然資源消耗了 可是這些自然資源就變成 他們文化的裂 全神他們內在信和的 全神的基因 台灣我覺得對這一間 那我們現在所做的 一塊一塊地 亡羊補牢一樣 你看做什麼 大概是這樣 這是阿里山林業縣最高的以前 最高中國最高的陪路 這是以前林業的部落 林業還有部落啊 有啊 是你在砍伐的時候的一個部落 還有石猴有沒有 講到這個石猴最後講一個 這個石猴呢 這是國民黨過來才變成石猴 日本人時代你看這個石猴 這裡有一個 這個像頭 日本人的命名叫做 達摩石 禪宗的第一組來中土的團友 阿里山達摩石 有看有沒有 等一下喔 國民黨過來 從一個禪宗的東土第一領袖 忽然降折變成一隻狗 難怪九二一的時候 整個頭斷掉了 你背不記得我 現在沒有頭了 已經消失了 時代變先一切都在改變 曾經有個仙人洞 現在呢 還在 還在 當時一九一一二年 Price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洞裡面擺滿著狗手的 那個人骨頭在那裡面 這也當容納一千個人在這裡 其實不只啦 我相信不只啦 那現在呢 在溪頭 山林溪上來也有天年 也有這種小洞 整個歷史的發展 阿里山的鐵路的變遷 人文的變遷 以及那總體生界環境 乃至於到今天 你瞭解的阿里山又是怎樣的一種文化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大炮山的地方 那個大拇指在這裡 從山上 你們第三天 我希望你們這一梯柱 看你們的福混 上去可以看到整個視野青藍 有志豪老師帶著大家上去 在那個一半圖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所謂的阿里山 從來沒有一座山叫做阿里山 所謂的阿里山只是一個地區 這個地區就是 以阿里山上賣了幾個 這是萬歲山 再過來是小麗岩山 再過來是柱山 這個連線的山的中坡 叫做阿里山區 整個阿里山大概有一二十幢的山頭 最高的叫大塔山 在這個環繞的腰部地帶這個山區 就是阿里山 一般人去阿里山 不管玩了多少次都不知道他到了哪裡 你從進來 這個是門口 那個釋迦牟尼已經無常了 不見的地方 那門口進來就在這裡地獅分道 然後再走進來 然後再走進來 進了那個門口進來 這個是那個宿舍區不管 進展到這個地方就是昭坪 然後呢 恩的昭坪自然公園走下潔滅池 繞一圈過來 有一個廟叫壽政宮 再繞回 也有到那個神墓的地方 下來神墓的地方 還有呢就是這樣繞一圈回到這裡 一般就是所謂的阿里山 這樣走一圈叫做阿里山之地 現在看的最主要在這個 進來這個地方有二三十個 這裡是壽政宮那周廟 這個附近有二十幾顆的大的紅塊 當年砍剩下來的家不要砍的東西 就是阿里山主要的景觀 然後呢 從這裡上來住山看日出 看從壹山上來 那很多很少人會去爬大塔山 很少人會去爬最高頁 那至少給大家簡單介紹 那接著呢會進入每一個點 然後我們做每一個點做解說 也就是說你看這個就是 遭壽士分道 你看那個釋迦牟尼在這裡 吳鳳在這裡的 然後接著宿舍 然後接著過來 這是那個那個什麼 阿里山賓館 然後招平 是主要以前的這個火車站 這是舊的這個時段 我們一個一個 然後住的地方 這是剛剛後來火災 阿里山歷史的最重大分水嶺 就是一九幾年的大火災 國民黨趁前過來要徹底改變 把阿里山的景觀 日本人的文化全部幹掉 又發生了一場大火災 一九幾年 一九七年 民國六十五年火年 榮年 火龍一九 為什麼叫火龍一九 那是農年 那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火災 把日本的文化精神 全部附置於一律燒光 一九七年年代 台灣只要哪個地方阻礙進步 那個地方就很容易發生 在那裡 阿里山也不例外 然後後來呢 到一九八一年 我到阿里山 恰好進入 阿里山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商業化階段 那我們剩下的呢 大概就到 阿里山再給你看 就住在高峰這裡啊 那現在給你看看 先看一下 九二一大帝之前的 阿里山火車站 中國政權過來 全部把阿里山改造成為中國市 日本來整個是日本市 那現在呢 也沒有台灣市 沒有 又恢復日本市 我真的搞不懂 這是以前的火災 然後火地震以後 然後接著我們就會繞進去 帶各位走一圈 走一圈一個一個地點 所謂的解說的這個構成 大致上把這樣看一下就好 我們明天在大廠見 現在要中午吃飯 各位朋友 你們昨天晚上 讓我很沒面子